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学生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都会对我们的体态造成很大的压力 长期久坐 翘二郎腿 以及各种懒散的站姿 不仅极大的影响我们的气质 长期下去还会产生肌肉酸痛 甚至有受伤的风险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套 每天早晨起床你都可以做的 五分钟改善体态的流程 每天坚持不仅会让咱们早晨起来以后 更快地进入到工作学习状态 更重要的是 它会还给咱们一个挺拔的体态 看起来更好看 那咱们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 首先第一个动作 毛巾颈部拉伸 如果你和我一样 每天都有低头看手机 或者长期浮按工作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会伴随着头前倾的问题 长期下来不仅会非常难看 同时颈椎也容易渐渐失去原有的弧度 变成一个直线的状态 所以为了缓解这个问题 咱们可以找一块毛巾 放在脖子后面 向前拉直 保持张力的同时 慢慢向后仰头 当把头放下来的时候 做收下巴的动作 持续三秒 这样不仅可以加强你的深层颈曲肌 拉伸你的颈椎 同时可以有效改善你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在整个动作过程中 咱们要持续保持毛巾的张力 不要放松 如果大家对毛巾没有感觉 也可以换成弹力绳 效果会更好 第二个动作 爱替外收缩 如果你有圆肩驼背的问题 那么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 既可以拉伸你的胸部 同时可以强化你背部的一个动作 首先将两腿张开 身体在保持竖直的情况下 微微前倾 大概到45度左右 然后将两只手慢慢向后收缩 打开咱们的胸腔 与此同时感受你整体背部的发力 保持三秒后还原 紧接着将两手打开 将身体变成一个T字形状 这时咱们主要刺激的是 菱形肌 肩膀中束 以及中下斜方肌 同样的保持这个姿势三秒 然后还原 最后将两个掌心相对 向前抬手臂 将身体呈现一个Y字形 这个可以强化咱们的中下斜方肌 和肩膀前束 同样的保持三秒 然后还原 整个动作过程中千万不要弯腰 如果你觉得做多了 腰比较酸 可以稍微抬高一点点角度 做15到20次 然后换下一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靠墙肩膀绕环 因为每天工作学习的时候 咱们经常会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这样的话 咱们的肩膀灵活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 这个动作就是针对咱们这个问题进行改善 首先身体靠墙 做弓箭步的姿势 靠墙那边的臀部 需要向前顶住 收紧 同时 宽曲肌是一个时刻拉伸的状态 然后将一侧手臂 靠着墙面 顺时针画圈 还原到起始位置后 再做回来 整个过程 大家要慢慢地进行画圈 充分感受自己肩膀关节的活动 如果你觉得过于困难 你可以稍微远离墙面一点点 降低难度 相反 也可以靠近一些加大难度 在做完之后 你可以感受到肩膀微微发热 或者酸痛的感觉 每边做十次 然后换边 第四个动作 猫视挺身 这个动作不仅可以提高咱们的肩胛骨灵活度 同时还可以改善骨盆前进啊 首先趴在地上 将手臂和大腿垂直于地面 在保持手臂不动的情况下 后缩你的肩胛骨 这时你应该感受到胸部的拉伸 然后将身体撑起 感受中背部 菱形肌的拉伸 同时咱们需要收缩腹肌 并向前顶你的臀部 也就是模仿一个骨盆后倾的状态 做十到十五次 然后进行下一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 芭蕾舞式拉伸 久坐或者翘二郎腿 会让咱们单边的肌群过于紧张 时间久了 有可能会导致骨盆不平衡 甚至是脊柱侧弯 那接下来这个动作 可以有效地帮助咱们缓解这个问题 首先交叉双腿 一只手扶墙 另一只手从侧面勾到墙面 以腰为中心 向外倾斜身体 充分感受腰部的拉伸 这个动作主要作用于 我们的竖底肌 以及宽居肌 保持这个姿势不动 三十秒 然后换边 这就是我每天起床 洗漱完后的一个动作流程 尽管只需要五到八分钟的时间 但是每天坚持做 不仅会让我感觉到神清气爽 更快地进入状态 而且全天都会让我对自己的体态 有个更好的控制 缓解长期用电脑带来的紧张 但是最后我要提醒大家 假如你在做这套动作的时候 有任何的疼痛感 一定要马上停止 同时 如果你有很严重的体态问题 尽管这套动作会帮你改善 但是如果你不找到问题的源头 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所以大家在做这套动作的时候 也要配合着 改正一下你不良的生活习惯 从而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这套完整的训练 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 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体态方面的问题 也不要忘了留言给我 咱们在将来的视频里进行解答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